我们生活周遭都有一些没有办法更换电池的产品 像是这样子 小小的装置啊 内建电池 小小的口袋摄影灯啊 也是内建电池的 那我们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说 我们这些电池如果老了 续电续航降低了 或者甚至像是我手上这一个 无线麦克风里面的电池膨胀了 我们该如何更换它 那我们来稍微分享一下这个电池的规格怎么看 那我们这种小小的电池呢 它上面其实是有一组数字的 那你可以去看它上面到底是写什么 置入一下 我们这边是开影像工作室 专门提供客制化影像制作服务 如果有相关需求 欢迎与我们联络 像这一款电池上面写552535 前面两个数字是代表它的厚度 所以55就是5.5毫米的部分 后面2535是2.5跟3.5公分 所以是这样子看我们的电池型号 所以我们只要在网路上找到尺寸差不多的电池 然后我们的电压要确定是一模一样的 因为有的时候是那种双组合的电池 它的电压可能就会变双倍 那你要小心把你的电池烧毁 所以你要确定你的尺寸跟电压正确 我们就可以来进行更换的动作 有一些电池的拆除像热膏一样 轻松拨一下就可以把它拔起来 但有一些电池就需要有焊接的技能 像我手上目前这一款就需要来焊接我们的正负级上去 所以这样更换电池之后 我们就可以延续这些产品的说明 原本可能用了两年的 我们可以用个五年 六七年甚至十年都可以 只要产品本身没有故障 都可以持续使用 就最快坏掉的理论上都是电池 所以你电池一直可以更换 那我们就可以一直延续它的生命 用到它整个真的故障为止 那有一些产品像是手机这种比较难拆的产品 你可以上网稍微查一下 有没有人做拆开来的维修分享 大部分的产品都有啦 但你如果真的找不到有人做这个分享 你也可以尝试自己把它拆开来 有一些要加这 那有一些用吸盘 有一些就真的是把它硬翻开来 或是用一字旗子 或是什么卡片之类的 可以把它拆开来 反正我们能拆能修的 那就是赚 那没有办法更换电池 或者是被你拆坏了 那也没关系 你就是至少你有试过吧 你有尝试过 那你就再去买新的产品 反正能修的 能把它搞定的 为什么我们要再花钱 再去买更多的东西呢 浪费钱啊